好,學會了修剪 我們來學下一個近射好了 左上角近射 點了 然後 指定對角點 或 所以就是 我就選這個物件 對不對 選了 然後 近射 指定近射線的第1點 好,我要針對這個做近射 但我就先指定他 這時候我再按F8 正交 對不對 我要在下面做近射 來喔,滑速往右 我發現他就幫我這樣 指定好第2點 好 這時候我們再按 Enter 不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按F8 正交 無效的第2點 再按左鍵 是否刪除來源物件 初始設定 是 F4 所以這時候才按Enter 這樣 知道 我們重新再做一次 好,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近射 近射 左上 左上 右下 對不對 他說找到兩個了 所以這時候你按Enter 指定近射的第1點 我指定這一點 這時候我用F8正交 因為我要完全在下方 這時候我滑速往右 對不對 這時候再按左鍵 就是 確定 這時候 是否要刪除來源物件 F4 Enter 這樣會了 好 那我們再來下一個 這裡有一個 刪除 就是橡皮擦這個 那刪除有很多種方式 你看喔 我按刪除 如果一過來 我選這個圓 選取物件 這時候你再按Enter 這個圓就不見了 好 刪除 我們再做第2次 下面的這條直線 選取 這樣就刪除了 可不可以一次刪除兩個 可以 刪除 一次選 但是不按Enter 再選第2個 Enter 所以一次兩個 也就是我先選兩個 再最後一次刪除 好 我們回到上一步 都讓他們回來 接下來老師來介紹這個 選取物件的方法 有時候我們 刪除 不一定可以先 不要先點也可以 我就先選 按鍵盤 Delete 這樣也可以 這就是直接點選的方式 好 回到上一步 點 點 我點兩個了 按Delete 這樣也可以 來 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好 那如果我整個 框選呢 可不可以 按Delete 也不見 對不對 那關於框選這還有一技巧喔 左上到右下跟右下到左上不太一樣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 左上 到 右下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左上到右下 這種我們叫框選 也就是我這個框 只 框到了中間的線 這時候按Delete 中間的線就不見了 來 回到上一步 我剛才是左上到右下 對不對 現在我從右下到左上 來我們看一下 右下 左上 當我從右下到左上的時候 我們這種東西叫做 跨選 也就是 只要我從右下到左上 有跨到 有碰到的 全部都會被我選了 這時候按Delete 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東西叫框選 從右下到左上 這個叫跨選 這個同學 這個要多加練習 學起來 它會有一個不同的效果 所以這種就是初步選取物件的方法 那選取物件方法 它其實在指令列 叫做Select Select 來我們現在來打一下這個 Select SE L ECT Select 你按Enter 這時候 它會說選取物件 我打問號 因為我想 給各位看一下 選取物件的方法有哪些 所以我打問號 打問號就是告訴這個 AutoCAD 我不知道 要哪一種 你全部都告訴我吧 我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選取的方式有 有窗選啊 框選啊 等等 那老師初步就是介紹 比較常用 選取物件的方法 你如果有興趣 你就是這幾個 自己再去摸索 這有直接點選啊 這有直接點選啊 全部選取啊 有的是窗選 多邊形 框選 多邊形 窗選 等等 這個或者是 它下面 我看一下 還有離選 離選 這個你就是慢慢去摸索 但是我講 基本的 比較常用的 這樣就好 如果有興趣去鑽研的 你再去鑽研 好 接下來老師要 繼續介紹 這個 鎖點模式 鎖點模式 也是常常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想要找那個點 我們必須要 匯 那怎麼去找鎖點模式呢 在右下角 這裡有狀態列 有沒有看到 有 來 來看到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就是 鎖點 游標鎖點 物件鎖點的一個設定 在這邊我們 把它按 滑鼠右鍵 來 我們按 有沒有看到這邊 目前 設定的就是什麼 端點 中心點 焦點 延伸線 這幾個被打勾 我們可以點這個 物件鎖點設定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製圖設定 這就是 打勾的就是它目前的 那其中這個最近點 這個它沒有打勾 我建議各位把它打勾 這個我們也常用 所以 你要去懂得去從這個地方 去設定這個鎖點模式 我們按確定 這樣 我們就可以協助我們 找到 我們想要畫的 這個 點 比如說你看 它就可以 我們來示範找點 你看 比如說我現在要畫線 比如說 從這個地方 某個地方畫線 畫線 你看按線 這個游標就變成這樣 來我們移動一下 你看 它就會幫你找到 這些端點 重要的點 有沒有發現 這裡都是最近點 你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打叉叉就是它已經找到點了 到這裡 你看 這裡有一個端點 有沒有 表示這條線有端點 它被找到 那你會說 那你會說老是 我 假設我要畫一條線從這裡 而且是這一條線的中心點 畫過來 可是它又找不到中心點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就按 Shift 再按滑鼠右鍵 可以開 開啟這個 即時鎖點模式 這可以 幫助我們找到 終點 來 我做一次 Shift 右鍵 我要找終點 你看 你看 有沒有發現 它直接就幫我們 抓終點 就是這個物件的終點在這裡 下面這條直線的終點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就可以及時幫我們找到終點 這樣我們將來要畫線 就可以畫出來了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這一段影片其實學了不少東西 學了刪除 匡選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鎖點模式 鎖點模式再複習一次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做進一步的一個設定 還有就是 即時找 按Shift 按右鍵 這裡可以即時去找我們想要的一些 物件鎖點 這樣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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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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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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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